所以Guess what 賴清德 你是個省長 你不是個總統 時空穿梭 你美國好很多 又乾淨又好 然後我不懂為什麼你要去美國當一個外人 你不要來大陸當一個同鄉人 為什麼我不能兩岸家親 兩岸家親罵什麼什麼叫 中國跟俄國就在我們旁邊 你到底覺得可以撐多一點 蔣友清在中國怒喊賴清德是省長 合照賈介石 往靈中宮氣風 蔣介石真是說回歸祖國 這裡是蔣介石的真算是友清 什麼 蔣友清 蔣家第四代曾恐嚇台北美國學校 被判刑的34歲蔣友清 跑去中國跟抖音網紅拍片 所以Guess what 賴清德 你是個省長 你不是個總統 搞笑的是字卡還不敢打總統 網紅怕被清空 但是想知道為什麼你再產生假事實 依我所了解1972年 公司有非常非常多的 很正式的那些蓋章啊 什麼簽名啊 什麼什麼都有啊 什麼假訊息啊 你還是說中文好了 然後看我們現在要去明波鳳的話 曾祖父的老家 你來大陸對大陸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有想法 我個人覺得比較比美國好很多 又乾淨又好 然後我不懂為什麼你要去美國當一個外人 你不要來大陸當一個同鄉人 為什麼我們不能兩岸家親 兩岸家親怕什麼什麼 我們是同鄉人 我非常愛你們 我真希望我們會再開開心心的 變成一個開開心心的家庭 不是一個離婚很不爽的家庭 你總之會回復在一起 我給他最多最多最多12年 如果問題跟問題 你也有辦法把台灣移到美國旁邊嗎 如果你沒有的話 中國跟俄國就在我們旁邊 你到底覺得可以撐多一點 真假搞不清楚 這畫面就是有點違和 時空穿梭啊 連中國網友看了也傻眼 蔣欠石棺材快按不住了不肖子孫 兩蔣看到這禍要氣風 阿子搜多少錢能說中國比美國好 把台灣戶口註銷來中國 周姓寧網友感嘆 蔣中成不只身邊重要幹部 都是間諜 現在連曾孫都投共 也覺得蔣友卿 精神是不是有點狀況 沒再說謊言 沒再說謊言